近年来,国际舆论斗争异常激烈,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,要如何打破西方媒体话语垄断,讲好中国故事。 11月19号,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上内容建设论坛在北京举行,与会媒体嘉宾共论如何破局。 国际传播影响力取决于思想和文化的力量,要有足够的回到中国的外宣自信。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璐军认为,做好国际传播工作,要回到中国叙事,尊重客观差异。 为减少国际传播中的排异现象和文化折扣,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海外受众,身处的不同政治制度,发展阶段,文化背景,风俗习惯,生活方式,以及宗教信仰。 在开展中国术士的时候,力求细分受众,共情同理,善用网络,善介载体,让世界能够斗懂并认同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为世界作出的贡献。 如何突破西方话语陷阱,建立中国正面叙事体系? 新华网总编辑前瞳认为,这是摆在主流媒体面前的一道B答题。 破,首先是要打破西方媒体话语垄断和霸权,以独特的视角,客观的事实,负有穿透力的表达,突破西方设置的意识形态和信息传播,双重壁垒,引发国际社会的共情共鸣,让国际舆场出现更多公平、公正、客观、理性的声音。 中国日报网总编辑韩雷表示,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,可以通过短视频、游戏等多元化的方式,共同对外传播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 中国的形象是多元的,可以是中国的文化,可以是中国的人,也可以是中国的产品。 我们的媒体、企业机构、个人都在从我们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出发,抓住不同的侧面,展现着中国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魅力。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上内容建设论坛,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,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,中国新闻网承办。